大家好啊 我就是那个经常胡思乱想的赛艇队长 然后最近那个 有一个因那叫什么呢 就是那新闻各位看见了吗 就是什么保时捷和是是宾啊不对 宾利和马沙拉蒂啊 他那个车主冲突 然后打架就跟各各地上打 就因为抢车位还是干嘛打架 然后那个宾利车主啊 一女的说那个什么 你把那五十辆宾利都叫来 那这个呢 按理来说这婆妇骂街这没啥好看的是吧 但是你嫁不住这婆妇有背景啊 这婆妇他老公是一国企高管 后来这个他老公还声明 说这个那个那个不是啊 那那不是我老婆啊 那那那是我女朋友 但是哎呀 你嫁不住这个网友爱吃瓜的心呢 这个中国爱中国人爱八卦的心呢 对吧 然后哎把这个他们家那个什么他他俩那个结婚摆那个酒席都都给都给扒出来了 那看来这啊 这顿酒席可能不是跟这个大太太对吧 不是跟这个正牌生的啊 不是不是跟正牌办的 是跟这个小妾办的 对吧啊 这没事大夫人 有事如夫人 然后那个啊 还有啥呢 还有就是说那那那女的打架的时候 内裤露出来被人拍了 然后被人拍了还还被人这个上网搜索了 发现那个内裤怎么着 那个内裤卖两千多块钱呢 啊 我回去上下这一身 我这我把冬天的大衣裹上我也不值两千块 两也我也不够两千块钱呢 好家伙 这他妈是啊 逼上枪金边了 是吧 嗯 哎呀 突比之语啊 这不不不好啊 那今天想想就 呃 没没啥好聊的这事 这事就太搞笑了 对吧 嗯 而且那 你说实话 这聊不出什么来 这这玩意就是 没没什么深度啊 太浅了 对那个那就 讲几个故事吧 啊 讲几个故事 讲讲古代这个 呃 拜家老婆啊 坑老公的故事 是吧 比如说谁呢 霍光 嗯 叫霍光在位啊 权清朝野 是吧 刘福陵啊 刘鹤 包括那宣帝刘并己 啊 那经历过这三朝皇帝 然后那个其中刘鹤呢 在位二十多天 让霍光给他废了 是吧 给他立了啊 给他罗列了好几十条罪状 上给他废了 那等于说 权清朝野呀 人托古大臣 权清朝野 但是 哎呀 霍光死后 一门被灭呀 满门超战 这罪魁祸首是谁呢 是霍光的败家媳妇 霍显 难说啊 原来就是说 呃 他败家体现在哪点呢 霍光临死的时候 遗嘱是啥 要求自己的坟盈 你不能过于的奢侈庞大 但是霍显 他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老公啊 感情深啊 或者是为了什么将来自个儿躺进去 舒坦 反正他最后啊 是依照了黄陵的规格 给霍光 修了这个 就是给霍光的陵墓 修了这个地上的宫殿啊 修了这个神道啊 这是有黄陵的规格啊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丝绸 你用黄的 然后那个什么啊 这个石涌 你用了9981个 就就 反正汉朝的那个 那规格我不太懂啊 反正大概这意思吧 哎 反正又是那个什么 又用了祠堂啊 什么的 这汉宣帝呢 一看这 反正就念在这个霍光 也是老骨功高 对吧 因为没有霍光 我也不能当着皇上嘛 那就没说什么 但是 这种这剑阅呀 这是 这已经不是说人臣能显 能这个啥 能这个享受的了 所以说你霍显霍光的老婆 霍显这么做 那就是给这老霍家 这一家老小 埋雷 那当时啊 这个霍家是没有霍光了 但是呢 有点势力啊 有点势力 你不能跟皇上叫板呢 对吧 但是霍显觉着 是吧 你皇上在我老头在的时候 在霍光在的时候 对吧 你怕他啊 那你现在应该也怕我 因为霍光虽然死了 但是那大将军的余威还在吗 于是呢 他就让儿子到处建豪宅 然后那个出入民门庭的那个车架 那也是跟跟皇上一样规格的 对吧 我出去玩 我得我得弄两红旗开个天窗 安撕个喇叭 我得弄成那样的 然后家里的所有装饰 你得相相上金 霍家的子弟啊 是个个飞扬跋扈 甚至说就是 呃 就是你身为朝廷命官 然后皇上招你去啊 他们不去啊 说自己生病不去 然后跑到这个崩月场所嫖娼去 派家里的仆从去这个 去这个那个宫中啊 办事 呃 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告发啊 告发的不是这事 告发的事比这还严重 是当是那个 就是汉宣帝的劫发妻子 许皇后 许平君的死因 这许皇后啊 就是呃 汉宣帝最早的 她是小时候已经是呃 流落街头 流落民间了 那这许皇后呢 就是她在民间娶的老婆 遭康之妻属绝 后来霍光扶她那个登上这个皇帝宝座之后 嗯 就那啥就这个 就想说那个把自个的女儿啊 霍成军 哎 嫁给皇帝 做这个大汉的皇后 但是这宣帝呢 她不肯啊 就是说说这个 说这个我在民间呢 我原来在民间的时候啊啊 啊 落在民间一把剑 然后那个你们谁去帮我把这剑给取回来 那后来这发现那拿回来的不是剑 是这个许平君 许皇后 然后这个也有些 现在有一句成语叫故剑情深 还就就是说的就是这个事 那这个 呃 一看这个这个汉宣帝是吧 那执意把这许皇后迎进宫里来 那霍光呢 说行吧 就只能是让自个儿女儿做了这个霍成军呢 做了妃子啊 这个皇后呢 仍然是属于那个许氏 许皇后的 但是这 霍显就很不乐意了 对吧 她呢 是没公然闹腾 但是私底下 给她老公挖坑耍花招 她干嘛呢 她买通太医 给许皇后下毒 不久这许皇后就 抱病而亡 那事发之后啊 就下令说查啊 怎么回事 后来这霍 霍显听说这事好像要查到自己头上了 这还怕 赶紧告读霍光 然后霍光 霍光那个那个 知道这事之后 然后赶紧是不是 找到这个皇上 那为了这个灭口啊 所以就把那个太医啊 给杀了 就其他的事就别这个这个深究了 是吧 然后当时呢 这个 汉宣帝也是年轻 他也很忌惮这个霍光的权力 一看说这 这这 对吧 这霍大将军 你不让我那个深究 那我也没法深究啊 我要真深究了 那块 然后我跟那刘 刘鹤一样 对吧 你给我安裳好与十条罪状 我怎么弄 那那这个 那这个 就是只能照办呗 但是等到霍光死了之后 汉宣帝 嗯 等到霍光死了之后 有人再说 说这个事 说这个事能那个追查到霍显的头上 那这 这还了得吗 对吧 那汉宣帝早就瞅着霍家不顺眼了 又知道这许皇后是霍显害的 那立马就把这霍家子弟 所有人呢 官职啊 尽数剥夺 后来没过多长时间 又给他们安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就 株连九族啊 斩首弃势 所以你看这个 霍光这个人 就是一般来说 这种辅政大臣 脱孤大臣 是吧 他们确实是没啥好下场 死后也没啥好下场 但是 像霍光那种 对吧 你死后 然后一直没翻身啊 这这霍家满门抄斩 名声这么烂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那个败家老婆给害了 其实啊 不光是霍光 秦桧的老婆也差点害了他 秦桧老婆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 这个秦桧的老婆那个进宫 然后那因为这 这都当上那个宰相了吗 这秦相爷了吗 呃 秦桧的老婆就进宫 哎 这个跟那个皇后啊 跟太后啊 没事就聊聊天啊 打打麻将 有一天呢 这个太后就提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这个 我想吃那什么 我想吃这个 呃 叫 大概是叫子鱼 哎 这具体名我忘了啊 因为我对这个动植物我是完全不了解 大概是说我想吃这子鱼 但是最近这个 呃 这市场上没有啊 我想吃我吃不着 然后这个那谁就说了 然后这个呃秦桧的老婆就说了 这事儿有啥难的呀 啊 我家里多的是啊 回去之后 这个呃 这呃秦桧的老婆啊 王夫人就找秦桧说 那个你明天给太后送点鱼去 就送这个子鱼 太后说那个他他现在吃不着 秦桧听完面如土色 对吧 皇上太后都吃不着的东西 你说咱自个家里有的是 你这想要干嘛 你这不给我挖坑的吗 我回头我怎么解释 这那真是就是冷汗都冒上来了 就想啊 这事怎么办呢 后来说那连夜就买点别的吧 大概就就是又买了那个青鱼 我我说我我说我不懂鱼啊 就大概是这意思 买了青鱼 反正就是他跟子鱼呢 就是长得很像 然后这市场上很常见 买了一堆这个 第二天啊 吩咐人送进去了 然后那送去 那那什么 这皇上一说不对啊 对吧 宋高通说不对啊 这我妈说是要吃这子鱼啊 你怎么给送来青鱼了 啊 秦桧说 你看我就说吧 我就说这个啊 这这皇上不可能管咱要青鱼吧 就我这败家老婆啊 这是我我这傻娘们 家里这傻娘们 他他不懂这个 他不懂鱼啊 他瞎答应啊 你看你这答应成这样 这我就说嘛 是吧 这这玩意 那个 你你华上都吃不起东西 我哪有啊 这才算给自己啊 摘清了 所以这事啊 就怎么说呢 呃 这个当官 为官一任是吧 你在官场上过得多小心谨慎 那是你的事啊 你不光是要在官场上过得小心谨慎 你更要把家里管好了 要不然的话 是吧 你多个什么拜家媳妇 拜家儿子 那早晚把那点脏事 破事 抖着出去 到时候啊 吃不了 兜着走 那好了 关于这个 呃 这媳妇坑老公 是吧 那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往后啊 还有什么想法 我还会继续在这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